周深翻唱过一首歌 那是卡布的最后一首歌 也是送给布丁的最后一首歌 自此他成为周深迎来生米 这是一首绝对戳类的歌 更是一首充满仪式感的歌 那是2015年的4月 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一个幸福的季节 一个开始展翅去飞的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 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他 然后就再也无法抗拒他的歌声 这就是卡布在五星发的一首歌 周深翻唱的放心去飞 是卡布留给布丁的最后一首歌 也是作为周深的第一首歌 是送给生米的第一首歌 周深的翻唱非常符合 那时那刻的情景和心情 每一句词都像在和过去 和布丁道别 又像是在飞向未来 光明和生米 其中一句 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却让人忍不住掉眼泪 甚至到情绪失控 周深曾说 谢谢你们认识了一个歌手 叫周深 他因为有了你们 他觉得自己很有力量 没有像以前那样孤独无助 无论你们喜欢我多久 希望你们能记得 你们曾经喜欢过一个歌手 叫周深 也叫卡布 是的 他叫周深 也叫卡布 无论是周深 还是卡布 都是值得珍重的名字 其实这首歌翻唱的关键 在于情感和仪式感 所以没有必要和原唱进行对比 原唱小虎队面临解散 唱的更多的是三人之间的搭档琴 周深的翻唱 是要告别自己的网络歌手身份 走向职业歌手的道路 是对这一路陪伴着 他的网络听众的告别 不同的情境 表达方式自然不一样 看完万里走单季 突然想起来听这首歌 周深这些年 是不是也在万里千里的再拼 孤独只留给了自己呢 如今的周深 已成为人们熟知的天字的声音 在光环之下 从未停止过奔跑 放心去飞后的周深 在不断寻找 成为真正的歌手的答案 终于在CCTV4 中国文艺魅力歌声 周深的专题里 给出了启示 周深的嗓音 由这一股雨声聚来的古典气质 歌声清亮甜美 心腔婉转流畅 逐渐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 周深从光环之外 终于飞到了光环之下 就像天使在人间历劫 负重前行 成长蜕变 飞得很辛苦 但他一腔孤勇 初心从未改变 所求的不过是 一直留在舞台唱歌 周深继续放心去飞吧 累了就歇一歇 困了就睡个好觉 你的生米永远都在 周深的嗓音有着一股雨声聚来的古典气质 他的歌声清亮甜美 形腔婉转流畅 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 周深对待每一首歌曲的全情投入 更是让他佳作频出 备受观众的喜爱 2014年周深参加歌唱比赛节目 以一首奇遇的欢言获得肯定 像是为评委和观众送上的一杯醇厚的美酒 鱼味绵绵 也是通过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周深受邀参加多场演唱会 并作为助阵嘉宾演出 正式开机 周深的代表作 许多人都会想到《大鱼》这首歌曲 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 由周深现唱的电影印象曲《大鱼》 收获了极大的好评 这首歌曲秉承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 旋律幽远绵长 歌词画面感丰富又不乏细节 如诗一般直戳人心 周深的演唱一如既往的干净清澈 从低音浅唱 娓娓道来 到幽远激昂 层次丰富 又以深情一以贯之 带给听众极大的享受 海外无声就无声声淹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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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